礼仪与品格 阶段十 小老鼠的座位 小老鼠上了公交车 它要去看奶奶 滴滴滴,车开了 车上的乘客们高兴地唱起了歌 到了下一站 大象爷爷上了车 他要去看孙子小象 哎呀,座位全坐满了 大象爷爷坐在哪呢 大象爷爷,请您坐在这儿 小老鼠用最大的嗓门喊 谢谢你 可我坐了你的位置 你就要站着了 你坐下,我就有地方了 小老鼠神秘地眨着眼睛说 于是大象爷爷坐在小老鼠的座位上 咦,小老鼠去哪儿了 我在这儿呀 声音就在大象爷爷的耳朵边 原来小老鼠坐进了大象爷爷的耳朵里 一路上小老鼠给大象爷爷唱了好多支歌 大象爷爷听得可高兴了 眼镜熊出门 眼镜熊第一次乘电梯 叮 电梯门开了 电梯里的乘客正要下电梯 我要上电梯,我要上电梯 眼镜熊一个劲地往里挤 胖胖的身体把电梯门堵得严严实实 大家一起对眼镜熊喊 先向后上 可是眼镜熊根本就不理睬 眼镜熊第一次乘扶梯 真好玩 他一会儿从下行的扶梯往上爬 一会儿从上行的扶梯往下爬 结果其他乘扶梯的人十分生气 自己也晕头转向的 不过眼镜熊很快就了解了成体礼仪 再也没有犯过之前的错误了 猪八戒吃西瓜 有一天天热极了 猪八戒跟着孙悟空去找仙果 他们走了许多路 连个小酸梨也没找着 猪八戒哎哟哎哟叫起来 猴哥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想偷懒 就没理他 自己一个跟斗翻出去摘果子了 猪八戒正想睡一觉 忽然发现草丛里有一个大西瓜 他高兴极了 把西瓜切成四块 第一块给师父吃 第二块给大师兄吃 第三块给沙师弟吃 第四块哈哈是我的 说完他坑坑几口就把自己这块吃光了 可一块西瓜不够吃 他忍不住把其他三块也全吃了 孙悟空摘果子回来 正好看见猪八戒在偷偷吃西瓜 他装作不知道 喊猪八戒回去 巴唧 猪八戒狠狠摔了一跤 原来他踩在自己扔的西瓜皮上了 是哪个懒家伙把西瓜皮乱扔 害得八戒摔跤的 孙悟空偷笑 不要紧 没摔疼 猪八戒捂着屁股说 一路上猪八戒摔了四脚 摔得他屁股好疼啊 唐僧看见他捂着屁股回来 就问是怎么回事 猪八戒结结巴巴的说 我不该一个人吃了一个大西瓜 屁股都摔成四半了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